26号中共喉舌媒体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妻谷开来涉嫌杀人罪 已经在安徽省合肥市被提起公诉 随后这条消息被网友广泛转发 外界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同时 公诉谷开来表明中共高层对薄熙来案件达成共识 不过仅仅用刑事罪来起诉谷开来和处理博案 说明中共还是为了延续它的统治在避重就轻 专家指出薄熙来案错综复杂 如果不能顺着博案彻查江泽民周永康等血债派 中国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博谷开来张小军涉嫌故意杀人一案 近日由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中共中央今年4月宣布立案调查薄熙来严重伪计问题后 经三个多月新华社26号晚报道 谷开来涉嫌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 由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检察院 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孝认为 在这时处理谷开来案件 是为了在18大前处理薄熙来投食问路 薄熙来这个案件千一发而动全身 就是跟所有的 比方说周永康还有缺债派等等一脉相连的 现在中共面临的是用政治阴谋 或者是用刑事罪来处理 或者是治罪薄熙来的难题 在这个情况下 补开实际上拿出来 做一个刑事案件来处理的话 相对对中国来说可能处理容易一些 他也是在投食问路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也指出 如果只判薄熙来包庇罪的话 说明不了为什么会王立军 不去找他的上司周永康 而要叛逃美领馆 他当时杀人动机就是因为向国外转移资产 那么从而跟这个海武德发生矛盾 那么他这个资产是哪来的 那么他贪腐这个问题的话 那还涉及到就是关于薄熙来的问题 薄熙来的事情绝对不仅仅是行善和贪腐 所谓的话王立军就不会一分美领管 李天笑表示 为了减少对共产党的震动 继续维持他的统治 所以中共高层想在十八大前 用刑事案来处理薄熙来 不过张天亮认为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已经行将就幕 如果中共高层还想一厢情愿的不愿让中共退出舞台 会与中共一道遭到清算和审判 中国维权律师蒲志强说 如果对谷开来的指控不包括腐败 也许意味着也不会指控薄熙来腐败 同时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郭永峰也认为 中共高官人人都贪腐 因此没办法用贪腐罪来治薄熙来夫妇 郭永峰说 其实中共很多官员也在杀人 只不过薄熙来夫妇杀的是外国人 另外有许多网友在网络论台上询问 为何在重庆发生的杀人案 且交由安徽合肥检方调查起诉 李天笑也表示 中共统治下司法不公 如果不是因为王立军叛逃美领馆 以及海武德的死 薄熙来夫妇案件一辈子也不会曝光 李天笑还说 谷开来说海武德威胁到了薄瓜瓜的人身安全 是不是威胁到了薄瓜瓜本人是否出庭作证 也会成为案件具体的看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